维心苗里 这是台湾一边 愿我成功苗底胜 这是台湾一边 愿我成功苗底胜 各位维心圣教一经大学 所有闲事同修 请大家合掌功练开经济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向 那么鬼谷先是王产老祖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失望善知识 人生悠悠岁月 几十年 有的百岁 有的千岁 有的万岁 但是真正的 无量寿是什么呢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希望活了很久 看自己的子女 有所发达 舍不得离开世间 到最后来 每天心情不准 这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尤其看到自己打下来的江山 年纪一天 一天一天都接近 死亡的时候 那时候的心情 任何人都会体验到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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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无奈 所以这个是人生最大的悲情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他一生很辛苦的打拼刀 快八十岁了 他的事业是相当有成就 但是他有一天 突然想到 他的事业 他的产业那么多 究竟要给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四儿子 大女儿 二女儿 三女儿 四女儿 他生八个孩子 这一下 他想到这里 心里就闷闷不落 有一天 他的老婆 他看他闷闷不落 以为患到什么煞气 就到宣伙室来 请示老祖 他先生快八十岁了 最近以来 一两个月 都不讲话 心情很难过的 也不吃饭 吃了一点点 不像以前那么建坛 问我是不是有患冲杀 那我就用意 谱了一下 结果叫做原神洞 挂中原神洞 我说老太太 西洋无限好 可惜尽黄昏 这位老太太 非常有智慧的 非常开朗的 她跟我说 舒服 就是接近西洋 天快暗了 所以我的老公 两个多月前 突然叹了一口气 说他一生这么大的产业 到现在来 到现在来 八个孩子 究竟哪一位可以来 接下这个担子 到底要怎么来分 给他们去 管理 他有一口气 开始就没有话讲了 你的老公 老先生就是为了财产的问题 所以人到老的时候 那我们的人生路途 快走到尽头了 那真是无奈 无奈又无奈啊 然后这位老太太 哈哈大笑 哈 舒服啊 我的老公 真的很痛苦的 我都很快乐 来空空 去空空 我们有缘在世间上 闯烫一片 这个江山 事业 时间到了 我们就走嘛 自古以来 哪一个皇帝 有把江山带走 没有 所以这老太太 她就 很开朗了 那师父谢谢你 我知道我先生是这样 她就回去了 才过了一个多月 她又跟着老先生 就到宣伙室来拜老鼠 那时候老先生 有说有笑 跟着讲了一句话 年轻的 我老师父啊 我老师父啊 我说 最大的敌人 就是烦恼 最大的烦恼 就是自己所造成的 自己如果造成 就没有 所以老婆回去 跟我讲了 我才恍然大悟 古来 古来哪一位皇帝 又把财产 江山带回去 不是臭名留下来 就是把功德 就是把功德留下来而已 功德 都是寿命 江山 才是真正的江山 所以我现在 不烦恼这些事了 我只能将这些烦恼 就交给我子女了 所以一个人 努力的结果 到了最后的路途 就是要上要下 是要天堂或是地狱 都是要靠自己去领悟 所以我就跟这位老先生说 好好练佛啦 以前没有时间练佛 一起拼事业 都忘了练佛 你的祖先最需要的 就是你的练佛的佛号 佛的圣号 祖先也都一起帮你 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 所以他们所需要的 不是你的财产 而是要指你 念阿弥陀佛圣号 或是诵经 来回向 这样才是明养两界 真正的 我们的人生 心情愉快 心和我们的情 都是很愉快的 就是悟之后 才是真正的心情愉快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各位时光 散知识 人的知识 是有限的 人的知识 就是用眼睛去学习来的果 用我们耳朵 用我们耳朵所听到来的果 用鼻子你去闻到的 舌头所尝到的 身体所感触到的 果都是知识而语 这都是无常的 很快就过了 但是 我们不要忽略了 而鼻子的身 你随时所感触到的 都是在提醒我们 都在开花我们每个人 内在潜能的智慧 所以智慧 是百千万节 亿万年 每个人原来就有了 都藏在宇宙虚空之中 但是 我们一旦投胎 有身体以后 所有的 你所知道的 也只是 有限的 在太极土里面 这是人生 这是空性 那么人生 这一点就是知识 所以人生那么久 你所带到 世间上来的知识 是有限的 非常微小的 那我们 这个就是智慧 在宇宙虚空 是无限宽广的 宇宙虚空 每个人 生生世世 在世间以后 所领受 所修行 所感触到的 都藏在 虚空之中 就是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心中 虽然 在世间上 短短几十年的岁月 我们所知道了 当然都是有限 但是 我们所知道 所感触到的 就是我们 要来世间的目的 我们来到世间 是要来体验 世间的各种的 酸甜苦辣受 喜怒哀怒 好 王侯将相 焕夫 走足 来体验 然后 放进 我们的脑海 转入 心田 这叫做智慧 所以 各位同修 我们要了解 每个人 在世间上 无论 他是王侯将相 焕夫走足 他都有 这个异道 太极图 里面的空性的智慧 他是无限的大 每个人 来世间上 虽然有小小的 思维所知的有限 但是藏在心中的 就有这么大的智慧 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 瞧不起人 过有天命 曾经 在 差不多将近二十年 南投县草屯寺 有一所 起志教养院 当时的 院长 为姓陈 陈院长 因为那学生不平安 奇怪了 那段时间 学生非常不平安 他就来 请世王臣老祖 那我好了 我去看一下好了 我带了四五位弟子去 到了 起志教养院 这个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 差不多十七八岁 从很远的地方 一直跑跑跑来 很有礼貌的 他说 请问你们哪里来 我旁边几位 其中有一位 是当老师的 他就说 我从台中来 这个孩子 不对不对 哈哈大笑 他又走了 又跑走了 那时候 这一位 陈院长 他一个 陈主任 奇怪 这个孩子 从来不讲话 今天怎么会来 问说 你从哪里来 你跟他说 从台中来 他说 不对不对 哈哈大笑 他又走了 这个就是 是智慧的开花 每个人 当下你看他 没有什么 瞧不起他 但是他所 讲话出来的残疾 有时候我们还摸不着 一年那一剎那 一年和合 他的内在的潜能 智慧 空性 而一年和合 他结果会讲 最具禅的道理 后来 我跟我这地主说 他 我们要走了 他还会再过来 所以我到学校 巡视了一趟 看到结果 我跟院长说 这个以前是福墓地 学校应该有宗教的法语 来超度 有很多的孤魂流灵 他们在灵魂界中 不安 所以要求度 就会借着这些孩子 灰烟走壁 翻墙 跳过围墙到外面去 那巡视完了 我们要走了 那位孩子又很快 又跑了跑了 请问你们要去哪里 那时候 我们旁边的四位弟子 那位老师都不敢讲 我们要回去哪里了 那这个孩子 就很快到 阿弥陀佛 哈哈 大笑 这是 当下这位孩子 虽然他智障 智了有问题 但是已经开花 列在他心 真是 就是说 心情愉快的境界 在心情愉快的境界 任何人都有一个时刻的见性 各位微信 闲事 各位时光 善知识 人的一生 我们有两只脚 一只 在天堂 一只在地狱 我们的心 在其中 这即是 易经 太极土的真理 我们一只脚 踩在地狱 一只脚 踩在天堂 人力其中 我们的心 就在中 如何达到一个中道 中央中道 所以要大家学一经 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人生 处处出陷阱 但是处处 美好的人生 在我们眼前 只在于 悟与不悟 我们悟了 你走在天堂 的境界 你不悟 你就走在地狱的境界 所以 鬼谷先师 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大家 要学一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我们的人生 练练 都有一阴一阳 一善一恶 一事一非 若是我们的练头 太悲观了 悲观过度 人生 走这一趟 自己就设定 走在地狱里面 让我们 积极 快乐 那我们就走在 黄金的大道 但是你要走在 黄金大道 你务必要学 《易经》啊 曾经我们 有一位老信徒 他修了 将近四十年的道 他很高兴啊 他都用光明面 看待人生 人家批评他 他也接受了 行个礼 感恩你 给我的批评 人家在毁谤他 他也 向他行个礼 感恩你看到 我的缺点 感恩你 我会改 所以他每一个念头 都是用光明面的 用感恩的心境 所以他修行了四十几年 有一天到宣伙寺来 听我在讲课 讲完了 他在门口等我 他跟我说 叔父我第一次来宣伙寺 我到宣伙寺 看到了都是光明的 一片净土 我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不满 我全部 一扫而空 因为宣伙寺的环境 我感觉来到这里 都是光明的世界 清静的世界 他就跟我聊天 就一直说 他的光明面的 修行方法 所以我向这一位菩萨 我说谢谢你 你给我的勉励 我想你今天来 不是你 自己要来 应该是 农天护法大菩萨 要你来的 你才会来到这里 这一位先生信徒 他说我只在电视上看你讲道 我一直想来 没有机会 到今天 我有这个机会来 所以这一位 信徒菩萨 跟我讲一讲 之后 他说叔父 希望你多借着 你的因缘 用你的口 多为众生 开启 医药 所以医药 就是医药石 收习 就是医药 这位菩萨 他会讲医药 我弄住了 你怎么会讲医药呢 没有啊 我就一直感觉 你身上都带了一支钥匙 为众生 打开心结嘛 所以就就 一经 为药石啊 这位菩萨 他很快乐 把话带到了 过了一下子 整个山上 找不到这位 信徒 到哪里去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思维 我对于人生的看法 我又增加了 另一个思维的境界 那时候我心里 非常的快乐 快乐好长的时间 终于学到 行到宏道 有志同和道合的大菩萨 来赞叹 所以各位同修 维心闲事同修们 你们所遇到的亲朋好友 或者同修之间 若是有人讲话 不管你喜欢听 不管你喜欢听 这都不是同修 同修之间在跟你讲话 因为 各位同修 你们都有皈依 都有受戒 都有受政为贤士 所以隆天护华 时时会 勉励你们 会借到 亲朋好友 你的家人 你的口 行为 正面 给你的鼓励 反面 就鼓励 那你就要用 善解 和感恩 这个心境 你就会很快乐 所以 你就会达到 心情愉快的境界了啦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失望善知识 王产老祖 常常开述我们 成就众生走 心情是最愉快的 成就众生者 叫做 菩萨 而菩萨是在成就众生 在世间上 每一位都是菩萨 尤其我们身为 爸爸妈妈的人 你也是菩萨 你在成就你的子女 这一生是你的子女 过去一生 他的灵性 跟你有缘 大家有约 来到世间 所以作为爸爸妈妈呢 都是在成就自己的子女 你就是菩萨 尤其学校的老师 身为教育的工作朋友们 你们真是大菩萨 你们都是在成就众生 曾经有一位老师 穿得很简单的 来到新博士冬天 还是穿了一套 很老式的西装 但是这个老师的讲话 声音如狮子在喉 声响如蕾 在一直在宣博士 走走看看 带着两位学生 他讲话500公尺以外 讲的话我这边还听得到 我就感觉这一位先生 是一个大修行家 就有如当时 金山寺一位老和尚 金山老和尚 他早上五点起来就练佛 一直练佛 我方言百里以内的众生 都可以听到他的练佛声 可见他的修行威德 多么的崇高 那么这位老师 我就坐在祖书亭那边 这位老师在迷途讲堂的后面那里 一直讲着 对学生讲话 慢慢过来了 我等他过来 我看到这位老师穿的西装 非常旧了 又补了一个洞 我说奇怪 这个 是非人 是非常人 那我就请他到祖书亭里面来坐 我阿弥陀佛 他看到上面 祖书亭 他哈哈大笑 哦 原来是祖书亭哦 是啊 我的导师 是台湾祖师爷 台湾第一位 修成正果 的台湾祖书 有台湾祖书 我今天才有生命 在活的机会 才有这个姻缘 在这里建造 禅吉山仙佛寺 我的愿意 希望将仙佛寺成就为 一块净土 依照 易经 和风水学的方法 来建造 禅吉山仙佛寺 这位菩萨 笑得更大声 那一刹那 我心里也很高兴的 因为这一位菩萨 古龙说他教书教了 跨于五十年 都守不得退休 现在的年轻人 都希望早一点退休 能够领到退休金 然后再去其他公司上班 有的把这些钱拿去投资 结果钱都赔光光 你到另外一个公司 想要多领一些薪水 没有想到 他把福享尽 所以啊 这一个提早退休了 到最后来的结果 都不是很好的果 和爆 所以这位菩萨 他古龙说他教书教了很多年 他即使接近退休年龄 他还是退休以后 还是要继续去做教育的工作 他认为教育就是佛的化身 就是粗广 就是粗广常择相 为众生说法 为众生解说 生死之大 大 所以这位菩萨 讲了哈哈大笑说 对不起 我时间到了 我有事情要回到台中去了 所以各位 我们 若是我们的心 能够实时心怀着 成就众生 将你所悟的 所知道的 用你的口 用你的身 来做布施 为大众洪华的时候 你就是大菩萨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 虽然是台湾的心心宗教 但是我们所有来修行的同修文 都是在成就众生的大菩萨 我们的义公立人天 也都是成就众生的大菩萨 我非常赞叹 我们维新圣教的 各位学员同修 你们一有时间 你们就来成就大众 成就众生 能够过得更快乐 更幸福的人生 这已经正到了 心情愉快的境界 这是菩萨之大道的真意 各位十方善知识文 大家来学义经 你大家来学义经 你绝对能够成就众生 你的心情 一定会非常的愉快 各位维新闲事 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人在世间上的一生之中 我们是要来体验 虽然有不种的酸甜苦辣色的境界 这个都是在 催念 磨练 锻炼 自己 智慧的成长 和心灵的升华 若是各位同修 各位失望善知识 你体验到 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人生的时候 事后 你会哈哈大笑 原来人生就是这样 人来世间上 是相互维系的调和 相互的成就 相互的庄严 相互的圆满 所以我们学校办教育的老师们 你们是最伟大的 最了不起的大菩萨 和修行者 任何一位社会上 有多大成就者 你不可能出生出来 不必老师来教 也不可能可以独立生存下去 都需要靠着 受惠大众 共同来相互成就 相互庄严 庄严 就是我们不懂的 来教我们 老师教我们 就是庄严我们 老师希望我们的未来 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希望我们 能够有所成就 都是在成就我们 所以我们要感恩 所有的老师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 很骄傲的 他跟我说 叔 我最瞧不起老师 每个月领的那么少 那么做生意 我一笔就会赚很多钱 所以我瞧不起老师 我笑一笑 你今天读什么毕业 我读成大毕业了 我也读上博士毕业了 那我请问你 若是没有那一些老师 辛辛苦苦 领了一些薪水 来教你的那一些老师 你今天有博士吗 你今天 有成就吗 所以你们都搞错了 哇 你们这是 台湾话讲 都这样吃饭 都咖棒赛 看不起 被看不起的人 忘恩 护育的人 这位年轻人 脸红起来了 不敢讲 好嘞嘞嘞嘞 叔父 我讲错了 你没有讲错 你原来就是这种心态 不知恩 不知感恩 也不知报恩 不知老师的恩 不知感谢老师的恩 感谢国家的恩 感谢社会的恩 你还用这个心态 你心情一定是 每天是活在地狱里面 虽然名誉是博士毕业了 你还是活在地狱 你心情永远快乐不起来的 所以你过去的坏习惯 今天既然你从嘴讲出来了 你的念头 早有这些念头 我跟他讲之后 这位年轻人 他说 谢谢你 因为我的成绩很好 所以我讲到 我的朋友 同事 都不敢跟我反驳 不敢给我指证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 你给我指证了 我感恩你 你是在成就我 你在圆满我 我未来人生 一定会幸福 所以这一位年轻人 开始之后 他就讲话 言语 就大有改变了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 我们从 一开始 一生之中 不管你是王侯将相 你还是少不了天地之恩 少不了国家给你的养育之恩 培养之恩 少不了父母给你的养育之恩 少不了兄弟姐妹的情 缘之恩 所以我们社会的教育 我希望老师们 多多教导孩子 学生 能从知恩 感恩 报恩开始 那你就是大菩萨了 所以希望各位 死亡善知识们 我们要学习感恩 学习知恩 学习报恩的时候 你绝对是一位大菩萨 你这一场人生 你就不会白走 否则的话 不知恩 不感恩 不报恩 那人生就白走 和一般的动物 没有两样 所以 王三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要重新 把心量放大 你要放大 怎么放大 要先从知恩 感恩 报恩 报恩 就是圆满众生 所以你能够圆满 你身边周围的人 有缘的人 圆满就是帮助他的成就 老师就是最大圆满的功德主 那我们应该要感恩 所以你心存 那圆满众生的 你心情一定会很快乐 你已经在世间上做到心情愉快 做到你是大菩萨的化身 你做到 祖斗油荒 光中药祖的 笑 大笑 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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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各位闲逐同学 或计算 都鼓励大家 学习知恩 感恩 报恩 你绝对是一个幸福和光明 阿上山之事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 游泳